疼死本宫了 你最好是一个皇子 不然本宫立马把你给扔水井里溺毙 娘娘 是个小公主 把她给我丢进水井 我可是瑞兽啊 还没活两秒就要寄了 眼前这个刚出生的奶娃是神殿修炼万年的麒麟瑞兽 投胎前很是不满意这个家庭 爹爹是凶狠残暴的暴君 娘亲是心狠手辣的贵妃 哥哥们更是各个富黑阴险 但为了化作人形他选择将就一下 顺便改变全家反派的惨死人生 好在刚刚暴君做了一个春梦 梦中有一位老者 说他这辈子造了太多杀孽 会不得善终 所以赐予他一妇女 改他命格 皇上驾到 是公主还是皇子 是臣妾没用 是个 话还没说完 结果下一刻 陈贵妃怀中一空 家和弟已经伸手 把那个粉嫩的奶团子给抱在了怀中 爱妃辛苦了 爱妃为朕育女有功 即日起侧封为皇后 封后大典等爱妃身体康健后再举行 谢陛下 不对 怎么还封我为皇后了 这是个公主了 哈哈哈哈 就是要公主 不是公主 朕还不会禁封你 哈哈哈哈 朕的宝贝女儿 以后你就是我大楚国的长公主 啊 还封长公主 这地位等同于诸侯啊 这可真是我的福宝呀 哈哈哈哈 你们快看 小公主跟朕如此亲近 她肯定特别喜欢朕 喜不喜欢不知道 但小麒麟快要被你给饿死了 因为皇帝的一句话 这个刚出生的奶娃子就每天被各宫的娘娘满胸谋杀 家和弟龙颜大怒 将所有与谋杀相关的统统朱杀十足 小奶团子也就平安地长到了三岁半 小野种 小怪物 你还敢邓本殿下 七哥 你们在干什么呀 有有 我们没干什么 湖边危险 你快点离开 你们快点松开她呀 少年起身 瑶瑶预知了她的未来 这个少年本是北燕皇子 但因为宫变流落到大处 阴差阳错成了不复马的数字 在未来 她会杀回北燕 夺回自己的王位 那些欺过富过害过她的人 都将不得善终 暴君跌跌因她发动的战争 最后死于乱剑穿星 而皇子哥哥们 更是被她各种算计挑拨 互相残杀 最终死于她的剑下 不行不行 绝不能让皇兄继续欺负她了 小哥哥 瑶瑶喜欢你 以后瑶瑶护你吧 你竟然敢打瑶瑶 找死 七哥 猪脚 瑶瑶 他拍你 哥哥给你报仇 你拦着我干嘛 肯定是你吓坏这个小哥哥了 刚才你们还要淹死他 你们太坏了 瑶瑶 这件事不怪我 七哥不坏 那你快点给这个小哥哥道歉 并且发誓以后再也不欺负他了 抱歉 以后本殿下不会了 说完之后 他一刻也不想待 带着人就灰溜溜的走了 七皇子离开后 顾北玉也站起身来 他抖了抖身上的水 也转身离开 这等汪恩负义 也不知道谢谢小公主 你们不许胡说 小哥哥 如若以后有人在欺负你 你来许我就是 瑶瑶肯定会护你的 唉 高冷点就高冷点吧 这可是未来的大人物 哪里那么容易交好 被其殿下他们打的 是哪个孩子 回娘娘 那个孩子的生物 是月然公主殿下驸马顾大人的侍妾 不过这孩子 并不是驸马顾大人的 据说 那侍妾在跟了顾大人之前 就已经有了身孕 原来是那个孩子 其实 当年倘若不是月然公主硬插一脚 那个侍妾说不定就成了顾夫人了 瑶瑶为什么要帮那个孩子呀 因为他长得好看呀 原来瑶瑶喜欢长得好看的啊 清言 回头看看瑶瑶宫中 如果长得丑得太监或者是宫女 就给换掉 是 娘娘 这个顾北玉的身份 竟然这样尴尬 姑姑月然公主 脾气性格相当不好 公学中的又都是王孙贵重 所以欺负顾北玉的人 肯定不止七哥 一个一个阻拦 是拦不完的 除非让他吵 还没出生就被母亲骂了五个小时的奶团子 竟是全家的福宝 暴君把他宠上了天 哥哥们都围着他转 三岁半的摇摇通过系统预知未来的能力 帮暴君解决朝堂危机 改变全家惨死遭遇 陛下 今年楚河时患严重 唐若决堤 下游村落的百姓们恐怕就要遭殃了 嗯 一股爱情之见呢 陛下 诚恳请朝廷拿出黄金五万两 修筑堤坝 另外拿出黄金两万两 转移安置三民 这样会把所有损失 介绍到最低 啊 并没有发生的事情 何必浪费银两 再说了 每年不都要死一些人 怎么今年就不能死了 陛下 这是被雨绸缪 也是与民生有利啊 嗯 不慌 遥遥不会服水 那些百姓也不会吧 不过才七万两而已 就给他们 好不好吗 遥遥 你竟然知道五万两加两万两等于七万两 父皇 遥遥还会被诗呢 哦 遥遥快背给父皇听听 父皇 如若背好了 可以给遥遥一个奖励吗 哈哈哈哈 当然可以 水则在舟 水则复舟 均以此思维 则为将烟而不质疑 嗯 遥遥说的对 水能在舟亦能复舟 古爱卿 你的作者正转了 哇 多谢陛下 父皇 你刚才还说要奖励遥遥呢 遥遥想什么 遥遥想要去公学读书 并且想要一个半读 嗯 顾尘矗立在旁边 内心十分复杂 一时间也不知该认为小公主是懂事还是不懂事了 去读书就算了 还要半读 自古以来 自古以来只有皇子才会有半读啊 家和弟对女儿的要求 一向来之不惧 啊 自然可以 不过到时候遥遥可别听先生讲书睡着了呀 父皇放心 遥遥肯定不会睡觉的 就是睡了 也肯定不打呼呼的 那遥遥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半读呢 小江遥漂亮的大眼睛闪了闪 然后转过头去 微笑着看向顾尘 顾尘心中大惊 不是吧 该不是小公主打算让她当半读 老陈愿意做小公主的半读 我才不要你呢 我要顾待人家的大公子顾北玉做我的半读 小公主别直接说出来啊 我这张老脸都没地方放了 真转辣 挥禀陛下 圈子已经做了酒店下的半读啊 嗯 那有什么 难得遥遥喜欢 就让你儿子明日去工学 开始做遥遥的半读 至于小九那边 再找个半读就是了 可 可全子是男子 已经八岁 公主金之欲言 呃 父皇父皇 遥遥最喜欢好看的了 那个顾北玉可好看了 你就让他陪遥遥玩吧 宝贝闺女才三岁半 懂什么男女大方 做不过就是跟喜欢一个小猫小狗一样 做一个玩伴罢了 遥遥 那让这小子先做你五年的半读 可以吗 如果五年后你还想要他陪伴 就再想办法 顾晨在旁边听得心惊肉跳 五年后 他家北玉已经十三了 倘若还要留在后宫里 公主身边 除非 小江瑶却没想那么多 他想着 用五年的时间 他应该可以跟顾北玉成为好朋友吧 遥遥多谢父皇 顾晨走出去书房的时候 整个人还有点恍惚 请求陛下提前拨款赈灾的事情 意外办成了 但他的儿子竟然成了公主的半读 甚至五年后 还可能会呗 五大人啊 你儿子未来很咬不得 你可对他好一点吧 陛下也真是的 瑶瑶才几岁了 竟然就让他去读书 要知道 皇子也是五岁在公妃身边启蒙 七岁才去公学读书的 母后 是瑶瑶想要去学习十字了 十二姐姐说 她五岁都认识一百个字了 瑶瑶三岁了 打算比她认识的还要多 我家瑶瑶哪怕一个字都不认识 也是咱们大厨最尊贵的公主 不不不 她才不要做一个文王麒麟 她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看过的字立刻就会写了 她想要坚持去公学读书 是因为要看着傻哥哥们 因为按照本来的诡计 他们要在做死的大道上 开始策马奔腾了 第二天一早 小江瑶就在青年跟小太监们的陪伴下 进了书院 结果刚到门口就看到了她的一达哥哥们 竟然集体朝学院的西南角走去 不是吧不是吧 他们又又又欺负顾北玉了 小江瑶立刻迈着小短腿 朝西南角跑了过去 没两步就被青年追上了 公主 怎么了 这腿太短了人家两三步就追上我了 青年姐姐 快抱着我 去追皇子哥哥们 少女名叫布兰渊 是侍郎顾成跟月然公主唯一的女儿 被封为文安郡主 比顾北玉小了一岁 你就跟你那个娘一样 竟会先阿杂下作手段 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法子 当上了长公主的半读 顾北玉目光冷漠地看着顾兰渊 一言不发 顾兰渊被她的眼神看得有点处 你这野种 还敢瞪我 看本郡主不抽断你的狗腿 兰渊表姐 好大的脾气呀 原来是瑶瑶表妹呀 瑶瑶表妹 你真的要这个顾北玉做你的半读 你是不是被她蒙骗了 对对对 是啊 瑶瑶 这顾北玉之前是我的半读 也就那样 没什么特别啊 我喜欢她呀 所以她以后就是我的人了 你们谁都不许欺负她 如果再欺负她 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蓝渊表姐 你怎么可以打玉哥哥呢 赶紧给她道歉 瑶瑶 你竟然让我跟这个野种道歉 我可是你亲表姐 而这个野种 是那个肮脏的女人 不知道跟什么野男人 住嘴 你竟然跟瑶瑶说这些阿杂事 如果让父皇知道了 你还想不想好了 其他一排皇子也都凶声恶煞的瞪着顾兰渊 顾兰渊一听 顿时白了小脸 母亲从小就告诫过她 你平时怎么飞扬跋扈都没事 但万万不可得罪瑶瑶 她红着眼眶 哽着脖子 扭伸就跑了 江瑶看着她的背影 无奈的摇了摇头 希望兰渊表姐 以后不要再欺负顾北玉了 我都是为了你好呀 真是操碎了我这颗心啊 皇兄们呀 不是摇摇说你们 这个时辰不是应该好好读书吗 怎么还出来乱游逛呢 摇摇说的是 我们这就回去读书 慢着 再次重申 哥哥们 我说的是认真的 以后你们谁都不要欺负玉哥哥了 欺负他 就是欺负摇摇 懂吗 五八九十等几个皇子 有点羡慕地看了看被自家宝贝妹妹 护着的臭小子 表情十分复杂 摇摇都没有这样护着过他们 心中更想去欺负这个顾北玉了 摇摇放心吧 我们以后谁都不欺负他 玉哥哥 你先随我去偏殿 让太医给你看看身上的伤吧 公主殿下 顾公子身上的伤的伤药 衣衫都包开 那就快点包开呀 我已经让人给他备了新衣裳 李太医你到底行不行呢 快点给玉哥哥治伤呀 这不合体统啊 李太医纠结的胡子都要掉了 他为难的看向旁边的大公女青年 李太医 按照公主说的去做吧 左右公主现在还年幼 李太医不再犹豫 当衣服脱下的那一刻众人都惊呆了 少年白皙稚嫩的后背上 露出许多就疤痕 看着更加触目惊心 顾北玉却抿了鸣嘴角 眼底闪过一抹嘲讽 娇滴滴的小公主 看到这么恐怖的伤 肯定会被吓哭了吧 小江瑶却伸出小手手 小心翼轻轻碰触 微凉柔软的指尖碰触到伤疤的瞬间 顾北玉好像被垫到了似的 整个被绷得笔直 下一刻 碰触的地方 暖洋洋的 她竟然感觉后背的伤 好像不那么疼啊 公主殿下 这些伤口你别碰了 以免感染 还是让李太医先给顾少爷治伤吧 玉哥哥 你身体不舒服 今日就不用上工学了 回家里休息吧 等你什么时候身子好了 再来宫里陪我玩 派医开的药 你也都拿着 回去按时复用哦 大少爷回来了 你赶紧去躺躺屋 拱住找你游四呢 她刚进堂屋门口 迎链从里面飞出来一个茶碗 直接砸到她的额头上 瞬间顾北玉的额角 鲜血直流 身穿华丽锦长 妆容十分艳丽的月然公主 正抱着怀中哭哭啼啼的女儿兰渊 竟然敢让兰渊受委屈 我看你真是活腻歪了 别以为成了摇摇的半毒 你就牛气了 她不过拿你当一个物件而已 去祠堂跪着去 三天三夜 一口饭都不许吃 顾北玉敏纯 没有说话 拿着要转身朝祠堂走去 孙管家却追了上来 匹手夺过她手中的东西 冷笑着一声 大少爷 拱猪说了 你可什么东西都不能吃 也不能带 拿来吧你 青岩姐姐 都好几天没见到玉哥哥了 她身上的伤 还没有好吗 待会我让人去顾家看看 不知道为什么 想起来顾北玉那一身的伤 小江瑶总是心中有点不安 她突然决定要亲自去 月然姑姑的公主府 看看顾北玉 好嫂 您怎么来了 又什么事情 让人喊我进宫就是了 没什么 听说你府上的景致不错 我带瑶瑶来玩玩而已 月然姑姑 玉哥哥呢 月然公主愣了几秒 随后才想起来 那小子还被关在祠堂罚柜 都三天了 也不知道死了没 他可能去了宫学吧 没有哦 我就是从宫学那边过来的 没有看到月哥哥呢 呀呀 那可能是跑出去哪里玩了吧 那小子贪玩 经常这样 月然姑姑 你到底是不是月哥哥的嫡母呀 这么不了解她 她从来不贪玩的呀 月然公主被堵得哑口无言 偏偏还不能说什么 毕竟晨后 可在旁边正优雅地喝着清茶呢 所以她立刻给孙管家递眼色 让她赶紧去把那个贵瓷堂的小子藏起来 江瑶看到他们的小动作 从陈后怀中跳了下来 耐着小短腿来到孙管家跟前 你是府上的管家吧 肯定很了解这里 我要你带我去找月哥哥 啊 孙管家额头的冷汗都流下了 她求助似的看向月然公主 可没等月然公主说话 陈后缓声说 难得瑶瑶这么有兴趣 想要四处逛逛 清言 你带人也跟上 别让瑶瑶磕了碰了 江瑶跟着这孙管家在府中绕了一圈 也没有见到顾北玉的身影 可她很相信自己的直觉 顾北玉肯定出事了 突然想到了什么 江瑶转过头 目不转睛地盯着孙管家 拱 拱珠殿下 请问你有什么事 江瑶没说话 她看到了孙管家的未来 孙管家被关在了黑漆漆的地方 地上都是毒蛇虫蚓 正缓缓地爬向了孙管家 罚跪 孙管家本来就心虚紧张 在听到罚跪两个字的时候 下意识脱口而出 慕尤 慕尤 大少爷慕尤在慈涛发跪 原来玉哥哥在慈堂啊 许久没有进食的顾北玉嘴角干裂出血 之前的伤没有及时涂药 伤口已经开始腐烂发炎 身体也在发着高烧 她躺在冷冰冰的地上 抬起头看着顾家的列祖列宗 死了就死了吧 虽然不甘心 但也是一种解脱 不是吗 就在顾北玉 快要被死亡淹没的时候 慈堂的大门突然被打开 玉哥哥 你这是怎么了呀 玉哥哥你快醒醒 不要吓瑶瑶呀 瑶瑶 瑶瑶是谁 竟然还有人因为我的死 而伤心难过吗 留下他 放走他 留下他 放走他 留下他 你个蠢货 怎么能够把瑶瑶给引到池塘去 乌彩 乌彩也不小啊 闭嘴巴尼 没用的东西 滚去挑一百根大粪 吃不完别回来 午后 他们都欺负玉哥哥 我能不能把玉哥哥带回宫呀 自然可以 不 不可 小玉这孩子性子顽劣 不适合陪伴在瑶瑶身边 反正瑶瑶只是想要找一个玩伴 要不让你蓝渊表姐进宫陪你 不要 蓝渊表姐太丑了 听到这话月然公主又一次背对的哑口无言 小瑶瑶跟着陈后带着顾北玉转身就走了 另一边几个小皇子们垂头丧气商量怎么哄小奶团子 早知道那日我就不让人揍那个小子了 这样瑶瑶也就不会注意到她 哼 早知道我不让那小子做我半毒了 难道就让那个小子 这样成天可以陪在瑶瑶身边了吗 那瑶瑶还会跟我们好吗 对对对对 走 我们一起去服洗光找瑶瑶去 是谁在外边喧闹呀 都吵到玉哥哥了 回宫主 是五皇子他们 听说你心情不好 来看看你 还给你拿了很多小玩意 这些狗瓜娃子怎么会一起来了 难得和睦啊 可是让我省了一回心 哥哥 你们来找瑶瑶有什么事呀 瑶瑶 听说你今天去月然姑姑府邸 不太高兴 我特意把我养的蛆蛆给你拿来了 还有我的 我亲手做的纸愿 瑶瑶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蛋黄酥 你快尝尝 瑶瑶 我心得的蛋公可好玩了 谢谢哥哥们 你们都对瑶瑶太好了 看着自家宝贝妹妹这么甜美可爱 皇子没想到那个登堂入室的顾北玉 又忍不住气的直磨牙 最后还是忍住了 瑶瑶 既然我们这么好 你就不要老找那个顾北玉一起玩了 跟我们玩好不好 其他皇子立刻去邓小十一 他们来之前分明约定好 不提这件事的 我跟他一起玩 我跟他一起玩 也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呀 瑶瑶 我们见你竟然把他带回宫了 可见在你心中他是不同的 是比我们这些哥哥还要重要 没有的事情 你们可都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亲哥哥呀 当然你们更重要 而瑶哥哥很可怜的 好多人打他 瑶瑶姑姑还不给他饭吃呢 那么在瑶瑶心中 哪个哥哥最重要呢 肯定是我啊 是我 是我 唉 小公主 顾少爷醒了 真的吗 江瑶的眼睛顿时一亮 丢下了一堆礼物跟一堆哥哥 转过身就朝外边跑了出去 瑶瑶都走了 礼物都没拿着 你们还打什么呢 说好了哥哥们更重要来着呢 瑶哥哥 你终于醒了 顾北玉还是一脸冷漠表情 倒是旁边的青年看不下去了 顾北玉 公主多次救你 你竟是一点都不知道感恩吗 多谢公主 你这是敷衍 行了 没事搭青年姐姐 她能够感觉得到 这人身上的那种冷漠 是从骨子里面往外渗透的 小奶团子有点发愁 这样彻底被含透了心的人 应该怎么让她暖起来呢 瑶哥哥 你就安心在伏喜公主下吧 想要什么 就跟小灰子他们说 公主 我想回家 她居然开口跟她说话了 但是 这话给小奶团子心伤得稀碎 小奶团子愣在原地 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为什么啊 瑶哥哥 我不配 也不想住在宫里 那你是要回月然姑姑家吗 可他们在让你罚贵 再不给你饭吃怎么办呀 那也与公主无关 小江瑶有点茫然了 她嘴角张了张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懵懂漂亮的大眼睛中 滴晕着朦胧的水汽 看得人心肩发软 连一句重话都不舍得说 唉 好吧 你可以回家 不过等你身上的伤 好一些吧 而且 这个房间会一直给你留着 哪一天你如果不喜欢待在家里 就来抚喜公找瑶瑶玩吧 是 公主殿下 留下她 放走她 留下她 放走她 留下她 公主 那个顾北玉不听话 我去打她一顿 让她听你话就是了 嗯 或者奴婢去帮你找找 看还有哪家的孩子 比这顾北玉好看 替公主寻来做玩伴 不用了 没事了 我想明白了 作为未来的大佬 她有自己的发展路线 要是强行留着 肯定会错过很多的机遇吧 哥哥们也不会再欺负她 应该很快就会跟我成为好朋友吧 小江瑶听着上面教书先生讲课 一手撑着下巴 余光偷偷地瞄着顾北玉 玉哥哥脸上没有伤 应该近期没有挨打 但怎么感觉 他有点瘦了呢 玉哥哥 这个给你吃 焦好吃的 坐在旁边的顾兰渊 看到这一幕后 他眸子转了转 因为有江瑶罩着 害他现在都不能随意打骂顾北玉了 瑶瑶 我跟你说件事 听说梁国五月国 还有北燕 各自送来了一个质子 都是长得很好看的皇子 你要不要一起过去看看 顾兰渊也有自己的小九九 所有人都认为 小江瑶对顾北玉这样好 就是看他长得好看 如果有其他人比顾北玉更好看 小江瑶肯定不会这样看中他了 顾北玉听了他们的对话后 眼皮微抬 不知道他是在意有人比他更漂亮 会吸引小公主的注意力 还是因为什么别的 走走走 我们快点去看看吧 瑶瑶你快看 那三人就是三国送来的质子 他们长得真好看呢 那个北燕的质子 竟然跟顾北玉长得很像呢 居然是做梦 还以为玉哥哥 能不像吗 算起来 这位来自北燕的质子 还是顾北玉的兄弟呢 除了眼睛都是蓝色的 其他也就那样吧 比玉哥哥差多了呢 我说这么大声 不知道玉哥哥能不能听得到 看他这神情应该是没听到 我得想个办法才行呀 蓝渊表姐你自己继续看吧 我要去睡午觉了 哎 瑶瑶你别走呀 这是带瑶瑶行 这要我自己看的话 嘴巴都得打歪歪 顾蓝渊担心他走了 就伸手去拉他 结果小江瑶一下子就失去平衡 撞向屏风 哗啦啦一声响 屏风直接被撞倒了 而屏风后的人 也就全都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里 这件事应该是妥了 顾北玉应该会找机会跟北燕使臣联系的 我可真是个小天才 瑶瑶 你没事吧 让二哥看看 秦妍 你是怎么照顾公主的 这个二哥也是个狼人的 比狠人还多一点 大哥体弱多病 现在二哥当太子的呼声最高 表面对谁都温柔 转过身就能把背叛者都干了 兄弟都没放过 奴婢没有照顾好公主殿下 请殿下责罚 二哥哥 不怪青眼姐姐 是瑶瑶自己没站稳 而且瑶瑶没事搭 穿的很多 哪里都没有摔头 不信你让太医过来给瑶瑶看看呀 对对对 快去 寻太医 这个小妹妹 好可爱啊 顺扬 那可是大楚国身份最尊贵的长公主 二皇子放心 公主的确没有受伤 瑶瑶 你是要继续在这里玩 还是回宫里休息 瑶瑶想在这里玩 这里有好多好看的小哥哥 嗯 那好 不过要跟紧二哥 可别像刚才那样甩脚 嗯嗯 瑶瑶都听二哥的 待会本王会让人给各位皇子安排好住处 每日也会让他们去宫学读书 另外明晚会有宴会招待各位时辰 我们这次来 除了护送十三皇子过来 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我们大梁的奇亚公主 一直爱慕着陛下 所以这次也跟着我们一起来了 哎呦我去 真是不要脸啊 硬还留了这一手 说什么爱慕 谁信啊 不过是给甲和地后共赛一个女人 万一这个女人得了宠 垂点枕头缝 那以后他们大梁国 岂不是地位会更高一些 这件事 本王可做不得主 先请公主殿下再一站休息 回头本王秉明父皇再说 应该的应该的 众人散去 各怀心事 小江瑶看着顾北玉沉默退下去 跟上了那个北岩使臣的布子 很欣慰地笑了 二哥哥 瑶瑶困了 想回宫睡觉觉了 二哥哥送瑶瑶回去好不好 妹妹说什么是什么 二哥哥这就带你回去 也不知道母后在干什么 好久没见她了 我们去卫阳宫看母后吧 明明昨天才见过皇后 就说好久没见了 哎呀 青眼姐姐 不许取笑我 到了卫阳宫 就看到陈后怒气冲冲的 杀碎的茶杯 小江瑶站在那 被惊得一个机灵 好半天没动地方 有没有吓到我的宝贝瑶瑶 母后不是故意的 都怪母后 瑶不怕 母后这是怎么了 是有人让母后生气了吗 母后没事 瑶瑶跟母后说说 今天去公学 都学了什么呢 瑶瑶学了论语 还写了好几个大字 还吃了三块桂花糕 对了母后 瑶瑶今天还在 洛云店 看到了三个好看的小哥哥 陈后早就知道 洛云店的消息 女儿喜欢看一些 好看的小哥哥 这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一想到 大梁国送来的 那个妖艳公主 陈后就气不打一出来 三个好看的小哥哥吗 那他们有 你的玉哥哥好看吗 没有没有 他们才比不上玉哥哥 既然你这样 喜欢你的玉哥哥 就让他陪你一辈子吧 不可以的 父皇说他 只能够陪瑶瑶五年呢 没事 母后有办法 让他陪你一辈子 外男长大了 不能自由入宫 那就变成太监好了 反正只要是他家 瑶瑶想要的 陈后都会做到 小江瑶哪里知道 母后心中的凶残想法 如果知道的话 整只麒麟姑祭都会炸毛 得想办法 弄清楚 母后的仇心事是什么 然后帮她解开 不然的话 母后心情不好了 可能就要出人命低 三日后 小江瑶知道了 事情真相 原来母后不开心 是因为那个大梁公主万妻亚 家和地收下了这个万妻亚 十分宠爱 并封为齐妃 小江瑶不太懂 母后为何会那样生气 她想着 自己得想办法 见一见这位齐妃 才好知道 她的未来是怎么样 公主 那位齐妃是刚进封的 正得宠 我担心她会伤害到你 没事的 我就偷偷看一眼 就一眼吗 公主年幼 好奇心旺盛 青年不忍心拒绝 最后只好抱着自家公主 飞身跳跃到了 玉符公公墙上 青年姐姐好厉害呀 瑶瑶以后也要学武功 学武功很苦 公主不用学 青年会保护公主一辈子 现在是大白天 这对主仆俩也实在是太显眼 很快被玉符公的工人发现 万妻亚本来就是很骄傲的性子 甚至来大蜀之前 她都跟父皇母后说 自己一定要得到大蜀皇帝的宠爱 至于那个连个儿子 都没有生出来的陈后 她才不放在眼里 给本宫打下来 竟然赶来本宫玉符公捣乱 来人啊 立刻把他们俩设成侧尾 三岁半的奶团子 为了帮母后冒险去骑飞府邸 不料上来就是一阵劲 皇帝听闻有人欺负宝贝闺 龙颜大怒 还骑飞 就是咖飞也不行 骑飞娘娘 你竟然对我们瑶瑶公主动手 你是想要造反吗 这个小东西如果不嘎 我永远没有上位的机会 陈后就依仗这个小东西 连个儿子都没有 今天给他嘎了 我就能上位了 给我继续射箭 把这些贼人都射死 瑶瑶运用麒麟圣兽的神力 保护在大家 但她还年幼无法支撑太久 就在帮大家挡箭的时候 却有一支箭漏掉 直冲着她的面门飞来 玉哥哥 不给朕住手 拜见陛下 陛下万福金安 玉符公突然有贼人闯入 臣妾 此时顾北玉背后重剑 她还将受到惊吓的小奶团子 担拥在怀中 听到家和弟的声音后 才缓缓地松开了手 父皇 坏 坏舅舅玉哥哥 青岩姐姐他们 呜呜呜 没有他们 瑶瑶就再也见不到父皇了 泪珠一大颗一大颗往下滚落 那张漂亮白皙的小脸上 满是惊慌不安 家和弟感觉自己的心 都被刀割开了一般 快传太医 将齐飞千刀万剐 她的工人全部仗毙 陛下 陛下 臣妾不知那是公主殿下 还以为 还以为是什么歹人 哼 家和弟听后冷漠地说道 知不知道都无所谓 你伤了朕的瑶瑶 朕就要你的命 父皇 不要杀她 这样两国会打仗的呀 哼 朕不怕打仗 敢动朕的宝贝女儿 就算踏平了周边各国都可以 可是瑶瑶不想让父皇辛苦 也不想要让百姓们辛苦呀 江瑶不会原谅要害死自己的人 她让父皇留着这个齐飞的命 也是不希望挑起两国战争 一旦打仗 就会名不聊生 恶嫖遍地 这些罪孽就会都算到家和弟身上 可真是朕的小棉袄 就如瑶瑶所愿 不杀她 但死罪可免 活罪难饶 来人 立即将齐飞四肢打断 送入朗宫 所有随行人员全部障毙 不要啊 陈后疯疯活活跑来 一把推开家和弟 她立刻把宝贝女儿给抱在怀中 我的瑶瑶 我的心肝 你要吓死母后了啦 母后 瑶瑶没事的 多亏了与哥哥青眼姐姐她们 她们没事吧 这次害你受伤 就是她们的失职 每个人都得送到 顺行司去挨板子 母后 这件事不怪她们 是瑶瑶坚持要去搭 其实 瑶瑶只是想要看看 父皇的新宠妃什么模样 没想到 没想到对方竟然要把瑶瑶 射成刺猬 呜呜呜呜呜 没有青眼姐姐她们的话 瑶瑶就成小刺猬啦 好好好 母后不打她们 母后还要赏她们 她们受的都是皮外伤 已经都让太医去给诊治了 陛下 这就是您心宠的妃子 竟然上来就想要了瑶瑶的命 都是那万事的错 朕已经将她打入冷宫了 大梁国那边 朕也会追究的 陈后一听 竟然只是打入冷宫 她刚要说什么 但想到怀中娇软的女儿 就把那些血淋淋的话 给暂时咽下去了 算了 不能吓到宝贝瑶瑶 回头再慢慢收拾 那个贱人好了 反正人已经被打入冷宫了 顾北玉这边那一件 险些伤了她的心肺 毕竟当时齐飞是针对 江瑶下了死守 她趴在那 眯着眼 心中想着前两天 那个北烟使臣说过的话 让她接近这个 极万千宠爱与一身的小公主 得到她的完全信任 突然房门之嘎一声被推开 顾北玉挣扎着要起来行礼 玉哥哥 你快别动了 好好躺着呀 不然伤口会痛痛的 吃 公主殿下 小奶团子一边偷偷地 用金光给顾北玉治疗 一边懦懦地说 玉哥哥 今天幸好有你 你说吧 想要什么赏赐呀 公主 我想学武功 以后好好保护你 铁树开花啦 好呀 这个好办 我这就去找父皇去 你也是北燕人 殿下看错了 我是楚国人 她说完就要走 但却被黎昼伸手再次拦住去路 等等 你是哪里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告诉我 怎样才可以成为 瑶瑶公主的半读 顾北玉眸子一顿 这个弟弟怕不是也想要借助公主江瑶 好在大楚站稳脚跟 不知道 什么不知道 就是不愿意告诉罢了 不就是一个公主府的数子 得一个什么劲 那你呢 不过是被北燕皇宫的妻子罢了 被财重痛楚的黎昼 瞬间炸毛 愤怒地对着顾北玉挥起了拳套 顾北玉轻松躲过 眼底更是轻蔑 你这样暴躁的性子 送你来的人 是怕你死得慢吧 而这边的御书房中 小奶团子正腻歪在家和地的怀中 旁边跪着的刑部尚书 正瑟瑟发抖 父皇 他说的乌骨 是什么意思呀 瑶瑶满脸期待地等家和地解释 谁能够想到 就在刑部尚书对家和地 禀告乌骨案的时候 这小公主就进来了呀 家和地瞪了刑部尚书一眼 不过转过去看着女儿 目光瞬间变得十分慈祥 相当的双标 瑶瑶 这乌骨其实是 家和地很想说 这就是一种骨 用来敲的 结果下一刻 漂亮的小奶团子激动地说 是不是拿针扎布娃娃的那种 还是 给人的肚肚里面放进去 什么奇怪的虫虫 无骨 扎小人 这种邪碎的东西 居然能从一个三岁半的孩子 口中说出来 眼前两个家一起快一百岁的人 背着奶团子惊呆了 父皇 你倒是说呀 是扎小人 还是胃虫虫 呃 瑶瑶 这些你都是听谁说的 也不知道是哪个吃了雄心抱子胆的狗奴才 居然跟瑶瑶说这么可怕的事 父皇 瑶瑶是在你的书房中看到的呀 有一本叫什么医务治癞证 上面就写了这个呀 这件事已经让陆大人去处理了 对吧 陆大人 是的 陆下 这件事已经处理完了 涉案人员已经复发 嗯 干得不错 退下去吧 嗯 玩的呀 你们两个老头子眼睛也太差了吧 真以为我三岁啊 我都三岁半了 父皇 父皇 你还没告诉瑶瑶 是渣娃娃还是放虫虫呢 嗯 是渣娃娃 不过娃娃都毁了 那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父皇也不会让瑶瑶碰到这种邪恶的东西 嗯 对方是要扎瑶瑶吗 嗯 瑶瑶放心 父皇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原来是想对我下手 我可是圣兽麒麟啊 怎么会怕这些小伎俩呢 父皇 父皇 瑶瑶有神明保佑 谁都伤不到我 达 倒是父皇 不要为这件事生气 气坏神子了 瑶瑶会担心达 是啊 朕的瑶瑶可是天底下最有福气的人 朕也是有福气之人啊 对的 那父皇不生气了 笑一个呀 然后 史上最冷酷无情的暴君 对着自己的宝贝闺女 别出一个有点难看的笑容 哇 笑得真丑 以后得多笑笑哦 乌骨暗雷声大 雨点小 除了最开始家和地的暴怒爱 后边虎头水尾的意思了一下就草草了事了 咱们这陛下 真的是脾气越来越好了啊 啊 对对对 还得多亏了咱们的小公主 要是几年前 不够几百个西瓜都不能消气 那两个人搂搂抱抱的在干嘛呀 公主 别看 少儿不已 你也不大啊 你不也在看 我要看 又不是什么可怕的场面 大哥哥跟漂亮小姐姐拥抱多甜蜜啊 小江瑶使劲的伸头 那边青年已经上前一步 用身子彻底挡住了小江瑶的目光 实在是这边的人太多 动静也不小 那边大皇子被惊的手一顿 放下怀中的少女 眼面跑掉了 把死了 就怪你们 大哥哥都跑了 那个漂亮小姐姐怎么眼睛红了呢 陛下要选秀了 而跟大皇子在一起的那个贵女 应该是在这批秀女之中 父皇都那么多妃子了 怎么还要跟大哥哥抢啊 我得找他说道说道去 小公主 这是不能完全怪陛下 三年前你出生时候 陛下因为你将后宫很多嫔妃都诸了十足 所以 那这是因为我咯 不是 不是 奴婢不是这个意思 算了 可怜可怜凤皇吧 不过他也不差这一个了 我们跟上他 不然晚了就要吃席了 陆星晚 你的奴婢弄脏了本小姐的衣裳 反正本小姐也不差这个钱 但心情实在是不好 只要你把你这奴婢交给我处置 我就既往不救 我真的很无语子 父皇也真是的 要娶这么多老婆 每天打架 多烦呀 也不知道将来顾北遇 要娶多少个老婆呢 陆星晚 你竟然打我 还带这么捧磁的 人家都没动啊 晚姐姐 瑶瑶来找你玩了 瑶瑶公主 您怎么来了 这里不让瑶瑶来玩吗 不不不 老生不是这个意思 这边砸了 别让了你游玩的兴致 管是嬷嬷不着痕迹地埋怨了温若琴一眼 都怪这个温若琴 非要找陆小姐的麻烦 谁能想到 惊扰了瑶瑶公主 整个皇宫除了皇帝 就眼前这个小祖宗惹不得 我就是过来找晚姐姐玩的 晚姐姐 你现在有事吗 没有就过来陪瑶瑶荡秋千吧 殿下 我们并不相识 您刚才是替我解围吗 虽然不相识 但一见到晚姐姐 瑶瑶就好喜欢你呢 唉 这又是母后父皇的一笔战啊 父皇给强行纳入后宫 被母后针对小铲 大哥哥还因为他被贬为树人 俩人都郁郁而终 这还真是负债子长啊 那么大个人了 还要我来擦屁股 晚姐姐 你是不是不喜欢待在宫中呀 陆星晚一个愣着 有点惊慌的四处看了她 晚姐姐 你放心吧 他们都是瑶瑶的人 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 公主殿下 你为何要帮我 这么大了 别那么多好奇心 你就说想不想跟我大哥哥在一起吧 想 当然想 可是 别那么多可是了 你会不会浮水 瑶瑶看陆星晚点头 一个猛子就跳进池塘里面 三岁半的奶团子是个大孝子 为了给父皇擦屁股 将原本要成为加河底妃子的陆星晚送给了大哥 本来不怎么喜欢瑶瑶的大皇子也因此对他改观 隐藏很久的四皇子也准备开始对兄弟姐妹们下手了 哥主 那个小子我已经让人调查过了 是月延公主府上的 驸马的妾室所生 省富不详 平时各种被欺辱打骂 还被宫中的那些皇子公主们当玩物 这个小孩不简单 把他带过来 孩子 你再这样盯着我看 我就把你杀掉哦 你叫我过来做什么 你还是第一个见了我不害怕的 我知道你为了力量来这里 小子倘若你能打赢99场不死 我允许你加入无相阁可好 加入无相阁 可以让我变强大吗 自然可以 好 我答应你 玉哥哥你最近都在干嘛呀 怎么陪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我要好好练武才能保护你呀 妹妹来一起玩呀 瑶瑶好幸福哦 这么多人都喜欢她 我跟孟陶无所谓呀 我们俩毕竟只是郡主 但九公主我怎么感觉 好像所有的皇子表哥们都更喜欢瑶瑶呢 哼 不过是因为父皇宠爱她罢了 你在意的东西 我必须要抢过来 瑶瑶 九姐姐想要跟你借一个人 什么人呀 就是这个顾北玉 过几天 秋险要开始了 到时候我也会跟着去打猎 可能会有危险 我看这个顾北玉身手不错 你借我几天 让她保护我 等秋险结束 我就把她还给你 秋险是不是可以抓到可爱的兔兔 是的 会抓到兔兔 小鹿 据说还有狼之类的 有意思 但也有危险 哇 那瑶瑶也要去 可你这腿这么短 都骑不了马呀 没事呀 我有玉哥哥呀 啊 你要骑他吗 秋险是要骑马射箭的 不用呀 玉哥哥可以带着我一起骑马 九公主此时满脸黑线 原本的计划全都乱了 好了 你们继续在这里玩哦 我要去找父皇 让他也带瑶瑶去秋险了 玉哥哥 我们走吧 父皇 瑶瑶要去秋险 带瑶瑶一起去好不好 啊 瑶瑶 要一起去可以 到时候你留在休息处 等父皇收获的猎物 回来任凭你选 可是瑶瑶很想骑大马啊 像父皇那样十分厉害的骑大马 可是你还小 没事的 有玉哥哥 可以到时候让玉哥哥骑马 抱着瑶瑶吗 看家和弟一直在纠结 小奶团子开始疯狂的卖萌 家和弟实在是扭不过 不仅答应了 还答应送一匹宝马给小江瑶 今天这是怎么了 这些马怎么都躁动不安 待会可别出点什么意外 伤到小公主啊 嗯 怎么了 是有马生病了吗 那是前不久 打两国进攻的汉血宝嘛 只不过心子太野 又很凶 不服管教 所以 哼 以后谁都不许打他了 你们谁再打他 我就打你们 就在这时 那匹马将两个正在鞭打他的太监 给踢飞向瑶瑶飞时而来 公主 小心 哇 好帅哦 真是亏大了 本想利用着这个小公主 怎么还为他付出了 你好乖哦 玉哥哥 我们就要这匹马好不好呀 瑶瑶好喜欢他呢 公主啊 这匹马脾气啊 心子呢 奴才唯恐他伤了您啊 小黑不凶啊 他很温和的呀 不信 你看 小黑 转个圈给瑶瑶看呗 威风凛凛的骏马 鼻子呼噜呼噜的喷气 然后乖乖的转了一个圈 然后还凑过来 把顾北玉挤开 过来跟小江摇摇宠 啊 他猫着指马成精了吗 刚才他还穿我一脚 这会儿成小猫了 马儿乖 马儿乖 给我回去 我给你做个新房子 姑姑 你说那陈后 是不是太喘淡了 这么宝贝的闺女 竟然让他去秋贤打猎 也不怕出事了 若青 想要在这号宫活的长 就得聪明一些 陈后不笨 他其实比我们任何人都聪明 可是 他太关着鸟了 关着不好吗 对手没有弱点软肋 我们怎么赢呢 殿下 您真的决定要这么做了吗 当年我母亲窥探天机 算出未来 我的这些个兄弟们会互相残杀 既然如此 还不如把一切美好 都停留在这个时候 可有了一点意外 当年大小姐的特演中 那位小公主 并没有参加这次秋写没练 皇兄皇帝们 都最宠爱摇摇了 既然如此 就一起送他们上路吧 玉哥哥 你快看 那边的花儿好漂亮呀 不知道什么品种 玉花园没有呢 哎呀 那边的是田地吗 为什么小鸟都泡在水里头呢 你说那边的溪水里 有鱼吗 正在摇摇开心的时候 突然顿住 小身子还微微抖了一下 公主 您怎么了 是因为我骑得太快了吗 小麒麟对恶念的感知十分敏锐 其实他最开始出生的时候 就看到了家和地跟陈后身上 都有黑色的恶念 可随着小江瑶的努力下 他们身上都慢慢产生了金光 公主 如果不舒服了 我送你回马车上 不 小黑跑得太慢了 你带瑶瑶前后跑两圈怎么样 我们不跑远 就是跑到前面 再折回来 好不好吗 三岁半的奶团子发现了四皇子的恶念 为了不让惨剧发生 让家和地停止了本次为例 天有不测 他休息的马车 被一伙贼人给悄悄劫走了 你们是谁呀 你们在跟瑶瑶玩什么新游戏吗 你下来干嘛 我腿有点麻了 下来活动一下 打过 哪里嘞 下面空气好一点 小江瑶一边说着话 一边用金光给青岩智商 得知对方只是昏迷 身上没有致命伤 这才松了一口气 大的没醒 小的闲醒了 二弟你要下少了吧 Fazen就一消海 还以为咱们在跟他玩游戏了 对对对 小妹妹 我们死在玩一宗狠心的游戏 不过 咱死还不能告诉你死什么游戏 那你们能不能把青岩姐姐身上的绳子解开呀 他这样睡着了不舒服呢 大国 能接开吗 这么要起码能让他睡一天一夜 紧开吧 没事 OK 醒了 小妹妹 没问题 应该用什么办法 可以让自己跟青岩姐姐顺利脱逃呢 不过 他们又是什么来头 为什么要绑架我呢 那么这个游戏 要玩到什么时候呀 这个游戏时间有点旧 你不要着急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 好呀 我想要吃糖葫芦 板栗糕 我还想要玩波浪谷 小糖人 太空买了 好 我再就去给你卖 叔叔 你是不是去过好多地方呀 瑶瑶好羡慕你呢 因为瑶瑶这辈子都没去过几个地方呢 你才四岁不到 这辈子才哪到哪 不过阁主让我们绑架你摇邪狗 皇帝说不定你也就没了 我去过很多地方 有江南 有塞北 有习俗等 哇塞 叔叔你好厉害 这些地方 哪里的好吃好玩的最多呀 这个恶贼看起来还有点良心 开始情不自禁地娓娓 到来自己的所见所闻 遥遥时不时还拍手叫好 各种崇拜 给对方夸得找不着北了 年年不好了 小公主失踪了 亲眼也跟着公主一起失踪了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当时一部分马车回宫 小公主就不见了 会不会是瑶瑶贪玩 又跟上了陛下他们的队伍 小公主他们没在陛下的队伍中 皇后娘娘 那这件事 是否要指挥力部那边一起协同寻找小公主 这件事低调点做 我担心有些人指导后 会浑水摸鱼 让瑶瑶更危险了 什么 你说外祖父她让人绑了瑶瑶 是的 少阁主 那小公主是贾河丽的命根子 有了她 许多事情就不用缩手缩脚了 这次贾河丽带了大部分进群去皇家猎场 这边可能以为到了皇宫附近了 就放松了戒备 我们竟然真的得手了 可她一个小公娘 才不到四岁 和勤无功 殿下 那你也是无辜的 大小姐更是无辜的 负债女长 难道你忘记大小姐是怎么死了的吗 被所有人担忧着的小公主 此时正吃着甜甜的糖葫芦 听陈刚讲到他们一群人去赛北办事 然后遇到了狼 那好吃的啦 竟然是狼啊 狼是不是很凶凶 狼不止雄狠 还很记仇 所以遇到后 不是你死就是我王 小公主 你别听她狭锁 浪崽子也有空乱了 你会不会哄小海 别把小姑娘给狭盗了 跟包包将什么你死我活 什么情况 小公主这么顺牛吗 居然跟他们聊得这么开心 还给吃的 青年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 没有第一时间出生 结果就看到自家小公主 对她偷偷俏皮的眨了眨眼 青年秒懂 然后立刻闭上眼睛 继续装晕 天渐渐黑了 他们一行人到了一家客栈 叔叔 我从小到大都是青年姐姐陪着我睡的 不然瑶瑶任床会睡不着吧 你就让她陪着瑶瑶 好不好吗 哇 大国 在小妹妹怎么空奶 我死不增心拒绝 嗯 好吧 那你们在这间房住 不过她会一直睡着 你有什么需要 比如饿了止累的 可以在门口喊我们 好的 谢谢叔叔 这小公主真是乖巧可爱的 让人心疼 希望到时候阁主做任何事情 都不要赏到她 公主 奴婢 这就带您逃走 不急不急 青年姐姐 你饿了大半天 先吃点东西吧 这板丽饼跟甜糕虽然冷了 但还能吃 有力气了 待会咱们才可以跑呀 小公主 你可真厉害 噓噓噓 窗户是封死的 门也被锁上了 而且他们还有夜巡的人 刚才上来的时候 我看掌柜的跟阿达叔叔他们是认识的 跟许多人打招呼了 What 青年差点被噎着 十分震惊地看着自家小公主 几岁大的小姑娘 突然被人掳走 不但没害怕哭得哇哇叫 还能全程淡定观察每个细节 公主 你不害怕吗 我不害怕呀 叔叔他们对我很好呀 公主 他们表面善意 别被他们骗了 他们应该是要绑架你 要挟陛下 我们还是要尽快离开才行 嗯嗯 都听青年姐姐的 你敢相信三岁半的小娃娃被人掳走 丝毫不慌还像度假一样 家和弟得到消息 又又又又一次发怒了 另一边怀香王老莱得子还在炫耀 结果儿子偷偷跟来也失踪了 小公主 这你都哪学的 嘿嘿 你就学吧 学到了都是你的 青年姐姐 快带我飞吧 是白天时候烤饼的味道 真香 卧槽 不好了 左水了 拉 拉里遭祸了 啊 先去看看小公主 有没有被吓到 哎呦我去 就此萧公主的坊间糟糊了 不会已经扫层消走该了吧 公主 你在这里躲一躲 我去把这人引开 你千万不要出声 等我回来找你 嗯 好的 青年姐姐一定要小心呀 进了破庙后 她乖巧的躲进供桌下面 结果下一刻 却看到了一双黑漆漆的眼睛 小哥哥 不要叫哦 外边有坏蛋呀 你不叫了 我才松开你 好不好 呀 小哥哥你受伤了 伤口会流血的 要包起来 瑶瑶给你包哦 你是神仙派来救我的小仙女吗 小江摇愣了一下 他虽然算是从神界来的 但还是不要吓坏这个小哥哥 不是呢 我是遇到坏人 然后跟家人失散了 实在是太害怕 就躲在这里了 哦 我也是 我叫小远 你呢 我叫瑶瑶 这一夜 风很大 雨很急 雷很小 两个初次见面的小娃娃 就这样互相依偎了一晚 不知过了多久 天亮了 哈哈哈哈 整整一晚上 青年姐姐都没有回来吗 青年姐姐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不应该呀 青年姐姐能活到八十岁的呀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许多人闯了进来 他们身上的铠甲泛着荧光 常年征战沙场的战士 浑身带着浓浓的煞气 慕容叔叔 你终于来了 小少爷 您受惊了 没事吧 我没事 小少爷 随辈子回去吧 王爷很担心你 瑶瑶 我们得救了 正是我父王的手下慕容叔叔 你先跟我走吧 然后你家在哪里 我们送你回家 好不好 小江瑶并不想离开 因为他知道青年姐姐肯定会回来找他 还有一点就是 小远的身份不一般 他是大楚唯一一姓王 淮湘王白淮安唯一的儿子 正常的轨迹 白淮安最后背叛了家和地 小江瑶并不知道这个时候的淮湘王 有没有反心 世泽 这个小姑娘 你是从哪里捡的 我被追到这里 就遇见她了 她也是遇到坏人了 跟家人走散 慕容叔叔 你能不能帮瑶瑶找到家呀 这个容易 好了小狮子 我们先再动身吧 晚了 王爷该担心了 小远点点头 然后牵起小江瑶的小手 小江瑶有点犹豫 可这么久了 青年姐姐还没有回来 她或许可以跟着小远他们 先回到父皇身边 然后让父皇派人去救青年姐姐 瑶瑶跟着淮湘王的队伍 回到了柱渣的营地 趁着小狮子被叫去训化 她偷偷地跑了出去 因为对面不远处就是家和地的营地 小团子迈着小短腿就出发了 玉哥哥 不行 这时候正是玉哥哥 可能遇到奇遇的时候 不能打扰他 这个时候 突然刮起一阵风 顾北玉突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奶甜味 这个味道好熟悉 好像是小公主 但她不是应该在扶喜宫睡觉的吗 我出现错觉了 顾北玉理智 但她骑着的小黑不理智啊 这马本来就极其喜欢小江瑶 更能够感受到她身上温和的圣瘦气息 一个箭步就窜了出去 公主 你怎么在这里 就你一个人吗 是呀 不过这件事说来话成 玉哥哥 瑶瑶想要见父皇 好 我送你去见陛下 玉哥哥 瑶瑶好想你呀 你都不知道 瑶瑶差点被坏人抓走呢 公主别怕 有我保护你呢 我的瑶瑶啊 真的心甘啊 爹爹不哭 瑶瑶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朕没哭 只是风大眼睛进了沙子 嗯嗯嗯 爹爹没有哭 瑶瑶 快跟父皇说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父皇 你快点让人去找青眼姐姐吧 她为了瑶瑶 引走了坏人 现在下落不明 好 朕让他们立刻去找人 陛下 怀祥王写小狮子来了迎仗 说是要找一个什么小姑娘 找什么小姑娘 是不是要来跟朕抢瑶瑶的 难道瑶瑶被绑架 这里面还有怀祥王的事 爹爹 是怀祥王的人这次救了瑶瑶呀 而且当时在那破庙之中 多亏有了小远哥哥 不然瑶瑶一个人可害怕了呢 那朕要大大赏赏他们 快 让怀祥王进来 瑶瑶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小男孩又是惊喜 又是担忧 因为他记得 之前有人说家和弟可凶了 还是小孩来着 我来这里找我父皇呀 他 他是你父皇 小远 不得无礼 我弟乖乖 我的好大儿真了不得 随手一捡 就把楚国最尊贵的小公主 给捡回来了 今晚设宴 感谢怀安救了朕的瑶瑶 咱们要不醉不休 吐北玉 走呀 我们去打兔子 啊 小兔兔 我也要去 你 你要带着公主一起去吗 西边林子市猎场边缘 也没有猛兽 我们抓一只兔子就回来 太好了 抓兔兔去了